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考完的物理指考 那么这一题是跟热学有关 是热气球的升空原理 以及另外一题跟地震结合的水平的减斜运动 我们的素养题今天介绍这两个主题 第一题跟热气球升空原理有关的 在台东陆野高台举办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是很受欢迎的休旅活动 如果要让热气球升空 它的基本概念是 必须加热气球里的空气 使气球的体积膨胀 增加空气浮力 物体首受的空气浮力 就等于物体在空气中 所排开同体积空气的重量 假设当时外界的气温 是22度C 空气的密度 是每立方公尺 1.2公斤 气球内外的空气 都把它当作理想气急 且加热的时候 球外空气的温度 和压力都不变 有一个热气球 如果没有包含 球内空气的质量 搭乘4个人之后的总质量 是600公斤 加热气球 加热气球内部的空气 使得它的体积膨胀到 3000立方公尺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升空 这个时候 空气浮力 等于球内的空气 和热气球 和热气球在人以后的 总质量 总重量 估算 这个时候 热气球内部的空气温度 应该要升温到几度C 这个题目 事实上 在过去 我们也曾经讲过 类似的热气球问题 只是 这个题目呢 又多说明的 什么是空气造成的浮力 热气球能升空 到底要有什么条件 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看完题目 都知道 命题是多提供 我们思考的方向 所以 这个题目如何来解呢 首先 我们要知道 题目提供我们 考生 空气的浮力概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 物体在空气之中 受到的空气浮力 等于物体 在空气中 排开 同体积空气的重量 又说明了 思考这一题 它的基本条件就是 球内球外的空气 都把它当作理想气体 所以 我们就用理想气体的概念 思考这个问题 它又提醒我们 加热的时候 球外空气的温度 跟压力 都不变 不会受到里面 加热空气 而影响外面 是的 今天它一开始 告诉我们的 环境的气温是22度C 而空气的密度呢 是每立方公尺 是1.2公斤 热气球如果没有含球内的空气的质量 搭载四个人之后的总质量 是600公斤 现在我们加热气球内部的空气 让它能够膨胀 让它能够膨胀到3000立方公尺 这个时候就可以升空 因此空气的浮力至少要等于球内空气 还有热气球 载人以后的总重量 这个题目呢 我们的力 就不用牛顿做单位 我们用公斤重做为单位 受热以后呢 空气密度会改变 受热以后空气密度呢 代号为低 那我们可以例方呢 是用等号成立 向上的空气浮力 等于热气球受到向下的重力 所以向上的浮力是什么 是体积乘上密度 所以体积是3000 乘上呢 密度是1.2 它告诉我外面的空气呢 不受影响 那就是1.2 等于热气球承受的重力 热气球搭载了人之后 是600 然后它的体积 人为就是膨胀之后的是3000 立方公尺 那么在乘上那个时候的 空气的密度为低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时候空气密度 1.0 比原来的1.2来的小 所以可以可以知道的是 1.0 1.0的密度 是比原来的空气密度 1.2来的小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可以理解 确实密度变小了 1.0 小于原来的1.2 所以这个概念 所以题目告诉我们的是 理想气体 那么加热的时候 球外的空气的温度 跟压力都不变 那依据理想气体方法是 PV等于NRT 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跟化学 取过的 PM等于DRT PM等于DRT M呢 是空气的分子量 这个呢 就是 PV等于NRT 可以转变成 PM等于DRT 那球内的空气受热膨胀 密度会改变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方法是 PM等于DRT的时候的 P不受影响 M的话是分子量 不受影响 D的话是密度 R是气体常数 T是那个时候温度 所以有三个不畏变 P M R不变 因此D跟T 相乘 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呢 后来的密度 跟后来的温度 两个相乘 跟原来的 应该要一样 好 所以 原来是22度C 把它换成 是绝对温度 所以22加273 乘上当时的 密度1.2 等于后来的温度T 乘上 后来的密度 1.0 这样的话 可以算出T 等于354K 把它换算成 度C 再扣掉 273 所以354 减273 等于80亿度C 这是热气球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说 当地震表面坡 到达某一个地区的时候 假设固定于地面的物体 颈坐水平方向的减血运动 它就可以假设 所以是一种前进 那么正幅 就是最大的位移 是0.20公分 周期是0.40秒 最大加速度是代号是A 那单位是每秒 每秒 A公尺 所以是每秒 每秒 公尺 重力加速度呢 是每秒 每秒 10公尺 那么固定于地面的水平 书架上的书本 它不会因为地震而滑动 那么书本 跟书架板间的 进摩擦系数 就不能够小于 Nu摩擦系数 请问 A跟Nu的值 应该要多少才可以 这是今年的值考题 好的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还有 减血运动的概念 水平方向的减血运动 我们必须要知道 物体的位置 跟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是这个 所以这个来讲呢 是X轴 这个来讲是X轴 所以这个是A的X轴 它必须要是 负的 Omega平方的X 当然它都是一种向量 所以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的 当你的位移越大的时候 加速度也越大 所以你的A的X呢 是会跟X是成正比 所以当物体减血运动的时候 加速度A与其偏离平衡点的位移X 成正比 但是负号的意思是相反 所以减血运动的角频率 Omega 可得减血运动的周期 减血运动周期是 T 2π除以Omega 最大加速度A 带入数据 所以 A呢 等于Omega平方乘3X 等于2πT 瓜幅的平方X 所以带入数据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的 它是2π除以0.4 括号平方 在乘上 注意一下 它的X 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带入数据 好 带入数据以后 换算成 0.50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仍然是要 强调 要小心 换算单位 要小心 换算单位 也就是说 公分公尺 不要换算错误 所以得到的是 0.50 单位 是公尺 秒平方 接下来 他问我们 那书本 不会因为地震而滑动 所以书本 跟书架板之间 它会接触 接触呢 就有最大进摩擦力 所以最大进摩擦力呢 比书本 减血运动的 最大的作用力 还要大 这样子的话 摩擦力呢 最大进摩擦力 并不会被 外力克服 因此我们就可以 是 进摩擦系数 乘上正向力 等于 μmg 那它必须要 大于等于 m 然后 ω平方 x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 消除掉 质量m 那么可以得到 μ乘g 大于等于 ω平方 x 那么再把它 简略 就可以得到 原来 这样的结论呢 是 进摩擦系数 必须要大于 加速度 除以 重力加速度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两个加速度 相比较 那就是 没有单位 可以算出 最大进摩擦系数 必须要比 0.050 来得大 因此它要我们 求出两个值 一个是 简协运动的 最大 加速度 A 一个呢 是 书本 跟书架版 之间 它的接触面 的最大 进摩擦 力的时候 它有一个 是 进摩擦系数 所以它要求我们 去解出 进摩擦系数 这两题 都跟我们 生活中有关 所以我们 在研读 物理课本的时候 老师要强调的是 你必须要是 掌握基本的概念 像这两题呢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你是否知道 理想气体方程是 PV等于NRT 这五个代号的关系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它是成立的 那我如何 由提议里面 引发我想到 用哪一个物理概念 来思考 所以这就是 所谓的基本概念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知道 减协运动 的概念是什么 减协运动呢 的定义 还有它最后的 数学方程式 减协运动 它的数学方程式 是否能够写得出来 就是 加最大加速度 或加速度 跟这个位移位置 到底数学要怎么写 你能够写出 这样的方程式 那么 接下来的话 当然你能够知道 最大几摩擦力 所以你可以发现 你如果把这些 基本概念 都能够很熟悉 再来看到题目 能整合 虽然题目看起来 有点难 但是我相信 你仍然 可以思考 你仍然 可以思考 这样的问题 所以像这一题的 物理基本概念 就是 理想基底方程式 你知道吗 第二个 减协运动的概念 跟它的数学关系式 这些符号 你知道吗 第三个 是最大 那净摩擦力 到底要怎么算 那这一题 跟减协运动的 作用力 又要如何 结合在一起 我相信 只要具备 基本概念 你应该 看完题目之后 就可以思考 然后 小心的 代入 方程式 跟数据 就可以解出 答案 这是 今年110年 指考的 两题 非常有代表性的 生活议题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待